他是印度最不能惹的男人 身上600多块腹肌 仅凭一根铁链 单手就将重达60吨的直升机转了下来 轻松就扯出地下500斤重的浩天锤 旋转8万圈哭斥一下 再哭斥一下 随后又哭斥一下 那小卡拉被打得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重型机枪在他的手中毫无后座力 瞬间就干掉敌方一个式的兵力 他就是传说中的无敌战神 名叫拉西 同时他也是一名王牌特种兵 每次执行任务只需他一人足矣 那粗壮的手臂青筋爆棚 一拳就能打死一头成年大象 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前提下 从万米高空一跃而下 朝着敌人的军舰俯冲而去 一个猛子扎入大海 随后借助惯性跳起15米高 时间都未至而慢访 他如同幽灵般潜入敌舰 一个夺命剪刀脚瞬间秒杀一个 摁住头部咣当又干掉两个 敌方还没有察觉到威胁 殊不知死气将至 5000发子弹被射光 他一个大跳顺势而下 展开近身肉搏 不到10秒这群小卡拉全被干掉 拿起机枪准备将军舰扫爆 突然从里面冲出几名撞海 一枪射中拉西的头部 随即掉入了深海 转眼出现一位爵士美女 她骑着心爱的小电驴 带着一束白玫瑰 她有一个超凡脱俗的名字 翠花 她住在一座与世隔绝的豪宅里 原来拉西那天命不该绝 被翠花所救 但她已经昏迷了半个月 翠花一直在身边照顾她 拉西这帅气的外表 深深地吸引了翠花 她渐渐地爱上了眼前这个男人 其实翠花也是一名特种兵 是拉西的好战友 就在这天 拉西突然醒了过来 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 原来她的大脑兽机 失去了记忆 翠花赶紧向上级禀报 拉西醒了过来 她试着唤醒拉西以前的记忆 可却没有一点作用 就在这时 外面一大群恐怖分子冲了进来 将一枚炸弹贴在门上 拉西刚要推门而出 下一秒就被炸弹炸飞 在空中停留了八万秒 暴徒冲进来一阵乱射 翠花赶紧将头发绑上 她要展开反击 此时的拉西一脸懵逼 一个暴徒拿刀刺向她 却被翠花一只手拦住 可没想到被暴徒挣脱 刚要一刀下去 又被翠花拦截 但这次又被挣脱 就在这时 拉西突然觉醒 一把将小塔拉甩飞数百米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拥有神力 突然有人背后偷袭 拉西用手挡住攻击 下一秒 此时的翠花被惊呆了 她一定要将这个男人取回家 干掉这群暴徒后 两人开车离开 来到一座废弃的房子前 拉西脑海中顿时闪现出画面 让她回想起一点记忆 这里原本是她的家 自己的父亲被一群神秘人带走 除了这些她什么都不记得 就在这时 他们的顶头上司龙哥来到这里 她将一切事情告诉了拉西 原来她的父亲制造了一个防止核弹打击的保护装置 利用微流体技术 让核弹在落地爆炸前失效 这么流皮的技术 很快就被恐怖分子盯上 将拉西的父亲抓走 一旦这个技术被用到军事上 那厚勃十分的严重 现在龙哥派出拉西夺回这个装置 同时也可以救出自己的父亲 与此同时 恐怖分子已经对装置开始了测试 直接发射一枚核弹 目标正是他们脚下的这片阻地 这下所有恐怖分子头目瞬间慌了 可他们已经逃不掉 很快防御系统就被激活 一张巨大的能量网笼罩上空 核弹穿过保护层打了进来 却没有发生爆炸 这项实验证明装置完全有效 他们准备发动战争 而拉西单枪匹马杀进恐怖分子的军营 通过调查发现 反核弹的装置并不在这个营地 他们继续寻找目标 通过半个月的搜索 终于找到了恐怖分子的大本营 这里面防守森严 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他就是恐怖分子的老大哥 人送外号丧昆 他要将装置以50亿美元的价格卖掉 拉西的父亲也在这里 他已经完全被黑化 想独自一人拿到那50亿美元 趁着别人不被将装置掉包 而此时的拉西已经杀了进来 猎杀时刻开启 就在激战时刻 丧昆突然出现 将拉西的队友抓住 还有他心爱的女人翠花 这下可如何是好 丧昆用他们的命要挟拉西 让他乖乖地投降 对着拉西一顿拳打脚踢 一棍又一棍 直到将他打趴在地上 这时翠花对拉西说道 反核弹装置一定要归还给国家 你是最后的希望 我们愿意即刻赴死 说完就抢过手枪扣动扳机 这下拉西怒 他赶紧跑上前 查看翠花的伤情 幸好射中的是左边 没有击中心脏 此刻的丧昆要乘坐飞机逃命 拉西将守卫挂在小卡拉的胸前 随后一脚踢飞 巨大的爆炸将铁塔击倒 直升机瞬间被击毁 丧昆只好前往第二架直升机 拉西直接拿起一根铁链缠住 硬生生地将直升机扯了下来 这气势无人能比 丧昆还伸出终止警告拉西 下一秒 丧昆被打得怀疑人生 拉西赶紧询问装置的下落 却不料被赶来的父亲一枪干掉 随后还补了数十枪 还愤怒地说道 你毁了我的一切 让我和儿子分离了15年 听到这话 拉西一把将父亲抱在怀里 忽然一声枪响 父亲竟对自己的儿子开枪 原来他早就鬼迷心窍 要将那50亿美金弄到手 甚至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 刚要对拉西进行堵枪 却没了子弹 而反核弹的装置 也被队友拿到手 对于背叛国家的人 是不可饶恕的 拉西准备大意灭亲 一枪干掉了他的父亲 电影到此结束